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都用小本门记下了 我们会再接再厉 逐步推进深化改革 好了 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正题 三星S9 Plus 猜测 以往每次做到手机的外观部分 都是数据表 啪那么一列 横向纵向一对比 然后这里小了几毫米 那里中了多少克 多没意思 我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们还得做 大家可以看到 S9 Plus 基本延续了 S8 Plus 的整体设计风格 由于 S8 系列的设计完全度很高 所以 S9 系列只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修补 三维瑞有调整 重量也瑞有增加 整体的握持感基本相同 但是我们发现 S9 Plus 的金属中框和玻璃面板结合 并没有延续 S8 Plus 那样的平滑自然 所以会有点个手 离朱元玉润差那么点感觉 好吧 我承认我吹毛求疵了 不过谁让你看三星呢 而且你机器还卖7000多呢 是不是 不过从整体观感来说 比起那些跟风见货 目前 S9 Plus 仍然称得上 是 2018 年最美安卓旗舰 接下来我们分开来看 正面两者几乎一致 这个几乎就差在 S9 Plus 底部边框 相对 S8 Plus 缩减了 0.45 毫米 不过背面改动就大了 终于终于终于把 S8 Plus 那个反人类的指纹位置给修正了 大家看 现在 S9 Plus 的指纹位置就趁手多了 不过 S9 Plus 仍然没有使用蓝宝石 或陶瓷材质的指纹面板 所以会和前两代机器内 长期使用后 会产生各类抽象派的画位 双镜头数字排列 相比较 iPhone X 显得没有那么激托 背面整体设计很符合我们 东亚地区规整中庸的审美文化 但是底部 继承了自 S6 以来的革命传统 多少代了 开孔开得跟刘翔的痘痘一样 东一颗西一颗的 好吧 我承认我又吹毛秋刺了 我谁让你是三星的 而且你机器还卖7000多 帅 又不是不能用 S9 Plus 今年的适应功能提升部分 基本就以下两个关键词 845 和相机 其他都是不痛不痒的什么 Dex AKG 调校 混合解锁之类的 845 有多强 最直观的方式 还得看理论跑分 不过在安兔兔测试的时候 第一轮 S8 Plus 卡住了 第二轮 S9 Plus 卡住了 三轮下来只有 Note 8 没翻车 最终搭载 845 的 S9 Plus 比骁龙 835 的 Note 8 和 S8 Plus 高了 30 多 然后是 CPU 性能的 Geekbench 4 845 的提升幅度依旧在 30% 左右 不过在 A11 面前 即便是 845 照样旺承莫迹 不过在 GPU 图形处理性能的 3D Mark 中 845 扳回一局 总的来说 骁龙 845 的性能 毫无疑问是目前安卓机里面 最强的移动 SoC 那么今年搭配 845 的旗舰机 基本都会在这个水平上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功能方面 首先要介绍的是解锁体验 指纹入路的速度 点个赞 真的很快 快到你都怀疑这货是不是在忽悠你 相比较 S8 Plus 的单一识别 今年三星在 S9 Plus 上 给出了人脸识别和红膜识别的智能扫描 系统会根据当前的光线条件 自动判断是使用面部还是红膜 实测智能扫描模式下 解锁速度勉强可以接受 再不济也有后置指纹做保证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手残 毁容 眼瞎 同时发生的几率太低了 你看韩剧里面最多也就是 车祸家癌症 车祸家眼瞎 车祸家失忆 对吧 接着是指纹旁边的摄像头升级 由 S8 Plus 上的单摄 升级为了具有 OIS 光学防抖的双摄 并且主摄像头支持可变光圈的调节 同时带来了 S8 Plus 上没有的 4K 60 帧的视频录制 以及 960 帧的凝时拍摄 针对相机的评价 我们会在后面单独介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凝时拍摄的实际效果 自动模式下 只要找好位置还是很容易拍出有趣的画面的 不过受限于硬件的性能 目前出来的效果 发个朋友圈问题还是不大的 除了背面双摄和指纹的升级 S9 Plus 在背面的传感器上 相比 S8 Plus 又新增了一个 革新性的光学传感器 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硬件的情况下 通过智能手机直接测量血压 这是之前任何手机都没做过的功能 不过目前仅适用于年龄在 18 岁或以上的美国用户 如果你真要用 首先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 安装一款 S9 专属的 App My BP Lab 由三星和 UCSF 合作开发 这样明白为什么只有美国用户可以使用了 选择使用这款 App 就默认参与 UCSF 的研究 不过我们只是想测试一下 设置过程就直接快进了 想要了解详细的使用教程 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获取 我们直接来看测试结果 App 不会直接显示你的血压数值 只会以首次测量的结果作为基准 之后的测试则是显示百分比的变化 不过我们都知道 血压测量本身就是一项比较复杂的过程 S9 Plus 目前能做到的只是简单的测量 并且它的结果不足以作为医疗方面的参考 但是随着技术的迭代 指不定的一天 我们就能在手机上检测血压了 三星之前收购了哈曼国际后 立即将其资源简单粗暴地整合进手机业务里了 配了个耳机 调了个喇叭 把音质音效部分的锅甩给了 AKG 手机咱就别谈什么HIFI 了 丢不起那人 谈谈听感倒是可以的 我主观试听的结果 耳机听感偏向动词大词 声长窄 高音暗 中频壶 低频散 很符合 AKG 低端的调校风格 外放倒是比 iPhone X 更加悦耳 因为更立体更浑厚了 通过它在吃鸡的时候 听声变味根据我的实际体验来看 太扯了 这游戏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一测了一下 SoC 处最高温度到达了 43 摄氏度 这个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和 S9 Plus 同期发布的还有新的 DEX DEX 在去年出现的时候算是眼前一亮 而今年 S9 Plus 把它进行了常规的升级 多了触摸板和键盘的功能 改进了底座的配置设计 由树立改为了平放 还增加了散热口 原来的网口变成了 USB 口 对于 DEX 的性能测试我们以后会单独做一起新节目 S9 Plus 的硬件介绍就到这里了 软件层面都有两个想和大家说的 首先是 Bixby 比起人工智能的称谓 我更愿意管现在的 Bixby 或 Siri 叫语音助手 由于 Bixby 可以被调教 真的可以做到比 Siri 更懂你 但是吧 显然 我们手里的这台港版的 Bixby 出了点问题 我们拿国行的 S8 Plus 的对比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嗨 Bixby 我要发微博 嗨 Bixby 用微信给建国发200的红包 取消 这也许是三星针对不同的区域文化调整的结果 我还想吐槽到一点 就是这些国际大厂在考虑唤醒智能语音的时候 确实没考虑我们中国人的发音感受 你说这个 Siri 也好 Bixby 也罢 都相当二口 尤其是 Bixby 四个音节 真不如直接叫 BB 来的胸口 我相信国产品牌在这方面会更符合国人的口味 你比如说什么 滑仔 蓝蓝 小爱 佳佳 最后则是关于杀进程的问题 有网友在网上说 S9 Plus 在考视频的时候 听歌会出现传输中断以及乱杀后台的情况 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在打开一定数量的 App 后 部分 App 确实会出现被杀掉的情况 但是并没有出现诸如音乐被关 数据传输中断的情况 难道就因为我手里的这台是港版啊 接下来相机环节呢 我邀请到了失踪人口 Y Lab 的李侃 来给大家讲一讲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侃 好久不见 今天被罗宾拉过来 大概再说一下这个 S9 Plus 的相机 在我们展开来讲 S9 Plus 的相机之前 我们可以直接给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S9 Plus 综合成像表现 在我们目前测试过的手机之中 是最牛逼的之一 如果不考虑广告法 这个之一去掉也行 之前单从 Y Lab 的测试数据来看 像常规的 OECF Visual Noise 之类的 它的表现都属于旗舰机中的顶尖水准 个别数据甚至超出竞品一大截 堪称惊艳 我个人看完数据以后还挺惊讶的 出于好奇就把它拿过来 一场拍了拍用了几天 整体的感受是它的相机表现非常的均衡 在各个场景下都具备优秀且稳定的发挥 尤其是弱光场景下的表现 一直以来都是手机普遍难以处理好的 但 S9 Plus 依靠 F1.5 的光圈 在进光量方面的优势 以及高达 12 张的暴力多帧合成技术 最终所呈现出的画面素质极为优秀 完全摆脱了以往手机在极限弱光成像时的 整体画面的粗糙感 具体来说它的曝光非常的冲突 毕竟三星夜视仪嘛 高光和暗部的细节也很丰富 整体平衡的很好 色彩信息也保留的很充分 尤其是噪点的控制方面更是惊人 画面的纯粹度特别特别的好 即便你把这个照片放到电脑屏幕上看 肉眼都很难觉察 甚至如果不做百分之百的这种放大 你都很难相信这居然是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同时借助Sensor和ISP的高速特性 在大量机内数据的处理期间 依然保持了良好的使用体验 即使在夜间极限弱光下需要多帧合成了 它依然能够将流畅度维持得很好 跟白天拍照没啥区别 简单粗暴的举起来 直接按快门就行了 这是我个人在接触手机行业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对一款手机的成像素质给出如此之高的评价 也是第一次这么直接了当的去跨一款手机 虽然纯技术测试人员的角度来看 S9 Plus 其实还不算完美吧 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瑕疵 但是结论依旧 S9 Plus 的综合成像表现 是目前市面上最强的之一 你单纯相机去买它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卧槽 华为 P20 Pro 刚发布 这离砍也走了 不能整段垮掉了呀 算了 大家看的时候调整一下时间节点 当然华为新机的猜测也少不了 我们先继续网台说 我们今天就先不讨论 S9 Plus 到底值不值得买 假设你要买 S9 Plus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行和港行的对比 S9 Plus 目前在京东和官网的售价分别是 6 加 64 6,699 元 6 加 128 6,999 元 还有只在官网卖的 6 加 256 元 7,599 元 港行我们以百老汇和丰泽的报价为例 6 加 64 6,998 港币 6 加 128 7,398 港币 6 加 256 7,998 港币 结果就是你花 6,377 元人民币就能买到 6 加 256 的港行顶配 但是你连国行低配都买不起 更气人的是除了花更少的钱能买到 S9 Plus 外 你还能获得远超国行的赠品 看看国行官网的多重好利 再看看港行的 Trade in 优惠 我就不一条一条的念了 还有最后一个气人的点 是港版的 S9 Plus 在国内是可以获得保修的 带齐相关凭证就可以了 当然可能实际情况是很多朋友并没有什么相关评仗 在这里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 三包法的第九条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了 至于港行刷国行这样无聊的事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获取相关教程 这么看来关于价格 很多媒体说三星在大陆定价相比欧美如何如何厚道 这个结论 我觉得香港是有话要说点 S9 Plus 6 加 256 港版 6,377 元人民币 值不值 给大家一个横向参考 这个价钱 加500 可以在我们享用商城买到一台99新的 iPhone X 减1000 可以买到一台99新的 iPhone 8 Plus 广告结束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拆机环节 和 S8 一样 还是外部无螺丝的标准三明治结构 这种结构必然对连接的胶水强度有很高的要求 每一次拆三星的后盖都需要点耐心 不然就会 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必须在均匀加热的情况下 用拆机片缓慢划开 个人推荐用加热垫的效率会更高 后置指纹的设计往往会连带着指纹的 FPC 所以打开后盖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记得先把指纹的 BTB 挑开 后盖上除了指纹模组 其余就是一些开孔和石墨散热模 主体部分最亮眼的就是双摄了 我们先来看看 F1.5 和 F2.4 模式下的主摄像头状态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用的是两个环状的叶片 用 1.5 十字螺丝刀卸下 16 颗螺丝后即可取出盖板 上盖板背面是无线充电模块 下盖板背面是喇叭box 看电池这块的结构 是不是炸怕了呀 再来看主板 这颜色如果放到蓝色机身上还行 但配黑色机身实在是有点 算了不看了先断电吧 依次挑开红模识别前摄感应屏幕和副板的 BTB 挑开 RF 接口 卸下一颗十字螺丝后取出主板 挑开双摄 BTB 并取下 双摄在同一块 PCB 上 听筒那么大个是因为集成了扬声器 AKG 调教的实际效果我在上面也说过了 终于到副板了 让我看看你这底部开孔 为什么就是对不起呢 先卸下固定副板和耳机孔的五颗十字螺丝 取出副板和耳机孔后 我们来看内部开孔位置 根据内部空间 想要做到四个开孔在同一中心线上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看来三星真的是不在乎 副板上有三根天线 一个麦克风 Type-C 接口和耳机连接座 这个Type-C 接口支持 USB 3.1 G1 的标准 但是随着附赠的数据线 只支持USB 2.0 实在是太扣了 好吧我承认我又成毛球一次了 可学校里面三星呢 还买七千多 电池使用非常非常黏的 爽面胶粘在中创上 你说你做个一拉胶有那么难吗? 3500mAh 的电池 不仅容量没有增加 S9 Plus 的充电同样没有变化 依旧是9V 1.67A 或5V 2A 根据 YLAB 对 S9 Plus 的续航测试结果来看 海外版的 S9 Plus 相比国航 S8 Plus 续航方面的表现 确实是不禁反退的 详细的续航数据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YLAB 的微博微信 之后还会更新国航版本 S9 Plus 的数据 总结一下 整个拆解过程的难度相比 iPhone 和国产手机都要高 关键词是什么呢 是均匀加热 耐心 命好 IP68 级别的手机在做工方面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审美上你能不能再提升一下 你让 PCB 配色底部开孔不在一条线这两个问题 不过按照三星一贯的风格 难 拆解困难 相应的维修成本也就上来了 对比下 iPhone 的官方维修价就显而易见了 最好贴膜带套买保险一样都别省 三星 S9 Plus 平心而润 属实是一部在设计配置功能工艺都非常均衡优秀的旗舰产品 尤其是相机部分的出色表现 但奇怪的是上市首销国内市场反响评评 这种叫好不叫做的局面 我思以为原因就是那句中国俗语 高不成 低不咎 润品牌 据苹果还差那么点感觉 润实惠 国产旗舰分分钟教你怎么做机 同等价格拼配置 同等配置拼价格 当年 Note 7 的阴影仍未消散 S8 和 S9 仍处在中国消费者对三星品牌信心重建的过程中 本来慢慢做是没什么问题的 比如在国外三星就混得不错 可些在国内这样硝烟弥漫 群魔乱舞的市场环境里 同行对手完全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 在渠道和营销方面全面碾碍 大家可以看到蓝绿双赚在基本包揽了国内一线的流量明星 此此掌控渠道的同时 也在技术上进行了革新 就连 Vivo 这样的被大家并购的万年跟风王 都在今年配置了屏下指纹的新技术 去解决大家一直吐槽的后置指纹 前两天 MIX RS 刚好也发布了 顶配 8 加 256 价格也就 3,999 就算人家的相机比你差点又怎么样了 有多少人会为了给相机愿意多花将近一倍的价钱呢 今时今日 国产品牌全方位崛起的直接反馈 就是日韩系手机品牌纷纷退出中国市场 年轻人对于三星品牌的认同感连年走低 保温杯们又注重爱国和实惠 这钱有豺狼后有虎豹的 要做自吻乌江的傲气项羽 还是鸿门宴的妥协刘邦 两者都是英雄 看你怎么选了 当然我也猜测三星也许根本就不在了 反正家大业大的 就算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跌到 2% 又怎么样呢 我又不靠手机挣钱了 这边均集了 今天和我们一起追加 整理吧 这边均集了 东西均集了 再来均集掉